大家好 我是来自GloriousTimepieceGDC4的小高 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玩的二手顶级的名表 那如果你想入手一些这种二手顶级名表的品牌呢 但价格要绝对真的是说可以说是清明啦 那我们就说一个2万多马币这个预算来说的话 有什么表款是知名度高又有这个经典的历史 又是这些品牌的代表作 而且又能远远就让人认得出你带的表呢 那小刚可以跟你推荐 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JLC啦 极佳的这个Riversor 那极佳Riversor在其实这支表啊 它的历史真的是要讲非常的久 30年代啊 1930年代那时候就已经诞生了 那时候诞生就是为了在这个那时候有个Polo嘛 那是叫打马球啊那个的时候啊 为了更好的避免碰撞到手表导致这个表径碎裂 所以极佳就发明了Riversor这个翻转系列啊 也就是能把这个表背能把它翻转过来哦 来达到这个保护表的这个作用啊 而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啊刚好又是这个Art Deco啦 就是我们怀疑你可以称它为叫这种艺术展现那种的潮流当道的时候啊 那所以Riversor就诞生了 一直到现在啊几乎都90多整百年的历史了 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啊 当然小康自己玩表的心得啊 我自己玩表那么多年又想讲一讲哦 其实厉害的不是这一支表啊 厉害的其实是JLC哦 Jagler Crude 极佳本身啊 哈哈 为什么我这样讲啊 毕竟哦 你现在和东表的人一起哦 你讲JLC啊 极佳这个品牌哦 东表的都知道哦 在别的 每一个高级 名表品牌啊 基本上都能谈得起他的身影哦 为什么说在别的品牌 都可以谈得到JLC呢 那讲白了就是哦 好多高级品牌哦 都用过JLC提供的机型哦 哈哈 谁没 谈到Riversor啊 其实遇过很多表友啊 让我自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哦 喜欢的 会一直喜欢Riversor 那不喜欢的 你怎么样去说服自己呢 你都很难去会喜欢 那可能就是因为 呃 我发觉了啊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设计的造型啊 但恰恰就因为这个造型哦 就很容易让人家远远就能注意到 你带的这一支就是Riversor 翻转系列 那小刚也敢讲啊 整个表界啊 整个表叶 把方形表做的最出色 做的最多组合的 真的就是极佳的Riversor 你们可以自己去上网做一做功课 啊 让人一说起方形表啊 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出的一定是Riversor 除非你不玩表的 是不是可能就会想起Apple Watch 哈哈哈哈 我讲一下而已啦 那Riversor 从最普通白盘 搭配这种阿拉伯数字的这一支Riversor 就是我们比较常会看到的那种白盘 Riversor 那一般二手价位你会看到不到2万 或接近2万 你就可以玩到极佳这个顶级的品牌 当然如果你要颜值再高一点 就有小刚影片啊 这一支蓝盘啊 或一些绿盘啊 红盘这一种颜色的表盘 那这几款颜色表盘呢 在二手市场上哦 也属于Riversor的款式哦 当然它的价位也会在 呃 二至三万之间哦 尺寸也有好几种 呃也是有这个单面或双面的这个功能 价位也会有所不同哦 喜欢的朋友小刚推荐你自己去 呃可以做多一些功课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蓝盘 绿盘呃 呃这两款啊这几款 那也是因为整体哦 他一看下去就是真的是给人就是第一眼 就有那种检阅 但是有很多那种高级的元素啦 像是他这种抛光的贵妃之身啊 呃这个Dorphin Hands啊 呃放射纹的这一种表盘啊 而且他表盘的颜色调的是可以说刚刚好了 45.6mm的这个长度啊 配上这个27.4mm的这个宽度啊 他这个表克哦 上手也非常容易驾驭啊 不会带的有压力哦 那我小刚个人最喜欢玩的就是把这个表克啊 你一推出来哦 哇你拿在手上欣赏啊把玩啊 或是你放在桌上啊 就好像一本小书本啊 很有那种摆设的感觉 哈哈 那里面的机星哦也是 呃极甲非常成熟稳定的 这个手动上链的机星哦 那这个方星的机星也是 专属为极甲的方星表而打造出来的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 极甲的reversal怎么样的 留言在下方 让小刚知道一下 你个人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